朕经常对太子讲 君子死而惯不免 不管多着急的事情 也要把衣服穿好 轮到自己身上 还是不能免苏啊 臣叩见陛下 目指腿不好 蓄力就不必了 谢陛下 坐 目指这条腿 还是在灵河时受的伤吧 这些小事 陛下还记得 谁人能忘啊 顾将军冲锋被敌人射中了膝头 再马上生生地把狼牙剑拔了出来 硬生生地冲入敌阵 取下敌手头龙 当时年少轻狂 不知道害怕 没把他当回事 只是这些年 每到变天 就后悔自己当初 不知好好保重自己 才落下了今日之隐患呢 是啊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想想当年你我在京郊驰骋 起码上南山彻夜未归 那时候还都是少年子弟 如今鞋蛋驾鹰 鞋狗竹吐 已经都是儿孙辈的事了 使者入司啊 我们做父祖的 怎么能不自贪 垂垂老矣 三郎失德犯下如此之大罪 母知啊 这是正事 不管母知的 可忠书令在朝会上所说 句句属实 臣不敢为他辩解半分 以免妨碍陛下行国法假法 母知深明大义 真体谅朕的话 就先起来吧 可司卿在这世上 只留下了这一点骨血 臣如果保不住他 只怕日后九泉之下 没有脸去见先皇后啊 就请陛下 看在先皇后的份上 从轻发落 原谅他这次吧 朕当年在南山上起过誓 朕此生 绝不辜负你公母知 绝不负你故事 故事女立为嫡后 其子立为储君 你放心 朕从不失言 也从未忘记 臣带太子谢过陛下 先不用谢 在朝上 这件事 他当着天下人提了出来 还拿出他自己写的铁证 他这个混账样子 你让朕怎么替他遮掩 御师台当庭 他竟攘出了废楚二字 要不是朕替他押着 他现在早在三四手上了 多谢陛下呵护保全 但 不知陛下打算 先关他几天 让重轨去查查这个事 这件事情 朕必须对天下有个交代 朕看哪 也该让他好好授受教训了 陛下长他交给了控贺牙 控贺为牙没吗 殿帅是不是弄错了 不是中正寺 也不是刑 臣萧定权 临旨 临旨 天下 谢恩 陛下将他交给了控贺牙 敏太子当年可就是在那儿 陛下 如此处置 只怕朝野会生疑心 和妄念的 捧贺有重回在 查重查清 朕都还能把护 疑心和妄念也总比 要是他真落在了朝廷手里 落在了何世昭那群人手里 朕就是想保他也无能为力啊 好 好了 这事不说了 我只先起来吧 谢陛下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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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父母的 为儿女操一辈子心 也是操不够的 朕记得冯恩今年有二十 他是 数十 我也二十三四了 还没有娶亲 承恩没有留下子嗣 冯恩又是这个样子 牧师膝下荒凉得很哪 故事满门中紧 朕怎么忍心看到 将来连个成爵的后人都没有 他还年轻 建功立业 大把世纪 趁着现在无止先让他回来 把亲娶了 陪着夫人安生铸上两名 婚姻大事 朕只是他的姑父 木质如果有别的顾虑 也请讲出来 臣替全子叩谢陛下红恩 臣替全子叩谢陛下红恩 好 死我 这是什么 恨 恨 收 找 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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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看 先让纯葵把样子做足吧 殿帅 这算是抄家吗 寝殿里搜 是为了搜集殿下的手机 寝殿里也没有了 就这个殿还有一些 对 本宫不是供输过了吗 只是口供 还有物证 口供 看来真的是把本宫当成 还有人证 什么 那个姓顾的民女 把她一并所拿 是 不认识 殿帅 要干什么 那天晚上他出过宫 本宫差的 那跟殿下是共犯 是旨意还是遵义 这个案件 是圣上亲命 本关主审 那罪臣 阻不住主审大人的军命了 武德侯 武德侯 朝会后 去见过她了吗 把罪臣交给主审大人 而非三法司 不就是想攥着 罪臣这个棋子 换更要紧的东西吗 殿下 慎严 那她想要的 应该是枚活棋 是为了殿下 主审大人觉得 罪臣要是畏罪自裁 朕还需要 那根簪子吗 为什么要暴毙她 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 殿帅没有吗 就算是好 是非心 羞耻心 恻隐之心 看来本官那天晚上放出去的 忍者 也得先是忍哪 烧了 挪牙吧 是 他 叶帅 叶帅 上走了 不能动 那是 叶帅 放在最里头夹层里的 为何 与到最里头夹里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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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